中华眷村文化发展总会 27日举办 眷村世代对话座谈会 理事长造与希望 透过庆盈世代交流 为眷村精神注入新生命 期盼眷村文化 永续留存 座谈会上 多位眷三代 眷四代年轻人 针对自己对眷村文化本质的认识 及未来眷村文化 可以如何推广 进行发言 其实我今天会来这边 是因为我正好看到 我们眷总他出的 一个眷恋之村的 会刊 那打开的时候才发现说 真的好久没有 拥有过这种眷村的生活 那眷村文化 其实我自己最喜欢的 就是人情味 因为在眷村里面 真的从项头到项尾 其实大家都互相 认识对方也都互相 一直帮忙 所以希望呢 我可以用我这个 眷三代的身份 推广给我身边的朋友 或者是给 真的没有不懂 眷村文化的这些朋友们 希望他们有一天 能对这个眷村文化 一些喜爱跟感动 中华眷村文化发展总会 理事李永平 及宜兰大学教授 曾负责分享 目前眷村外省子弟 所面临的困境 并期许这段 台湾重要的历史 能够传承 让中华文化 持续发扬光大 因为眷村呢 它的很多文化的凋零 跟之前呢 大量的被改建 以及整个外省族群 包含文化 包含记忆呢 严重的被打压 那这些事情 如果通通被抹杀了的话 那作为后代子孙的我们 真的有何颜面 面对自己的这个长辈 所以我觉得 眷种在这个时刻呢 大力的登高一呼 重新要求 合理的资源配置 我觉得这个就是眷种呢 接下来 最重要的使命 目前国防部有13个眷村的文化园区 各县市政府的也都有一些 眷村的保留区 我们还要去思考一下 更年轻的时代 他们不住在眷村 而眷村如何可以成为一个异象 当我们有这个样的一个意涵 去理解眷村的时候 那么眷村它不单纯 只是一群怀旧的所在 它更是一个文艺复兴的重要的基地 Cnews会了新闻网 台北采访报道